時隔三個多月 NONO再次顯身 但難道是太緊張了嗎 還一度搞錯出入口 有要辯解的嗎 有律師在前面帶路 戴口罩穿著白襯衫的NONO 沒回答任何問題 快步走進法院 她被多名女性指控防害性自主 被檢方以欺罪起訴 包含強制性交 強制性交未遂 強制猥褻等等 甚至認為她犯後沒有悔意 見警法官從重量刑 在士林地院首度開庭 剛好前一天 案件吹哨著網紅小洪老師 在IG發現時動態 談起NONO案件過程 表示整群人都還在努力 做好咬死不放的心理準備 不管輸贏至少不後悔 起訴已經跌破大家眼鏡了 如果成功送東西進去 是改變社會大小詮釋不公 首開的準備停程序 主要是釐清案件針點 證據能力問題等等 大約開了一個多小時 眼神直釘前方繼續保持沉默 直接往坐車前進 坐上車後還馬上把頭轉另外一邊 疑似在閃避鏡頭 近期捲入MITO風波的男藝人 接連開庭大多都不願正面回憶 到底是不是如告訴人所指控 就等後續開庭繼續了一情 TVBS新聞綜合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